南韓新冠肺炎疫情轉趨緩和 雖然曾經有藝人工作人員染疫 但至今未有藝人確診 不過南團 JYJ 的 34 歲成員金載忠 突然在 Instagram 發文 說自己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成為首位中招的韓星 震驚粉絲 金載忠在文中所說 說他感染了新冠肺炎 完全是因為他沒有理會政府和身邊的人提醒 是他的疏忽 他知道個人行為對全社會有多大影響 想到有人會因為他而受感染感到非常抱歉 他確診新冠肺炎的消息傳開後 不少網民和粉絲都大表震驚 韓媒亦報導他感染的消息 今在宗大概在一個小時後 再修改 IG 的文章 澄清一切都是愚人之間的玩笑 不少網民鬧爆金載忠無腦 竟然拿疫情來開玩笑 亦有粉絲對偶像行為大表失望 有人要求當局處罰散布虛假消息的金載忠 而根據南韓傳染病防疫法第18條 在無恰當的理由下拒絕或妨礙疫情調查 作虛假陳述 或提供虛假資料 最高可以被判監禁兩年 及罰款大約13萬港元 中央防疫對策本部則表示 正在檢討金載中是否被處罰的對象 東網想你看新增了賺分任務 每日簽到及閱讀指定新聞 快點下載東網APP 一邊看新聞 一邊賺到更多OM.CCCOINS 盟取豐富獎賞 這件事非常好 逮捕 行 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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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捕